天气热到连小猪都下水游泳了 幸运的狗狗还可以睡小木屋吹冷气 动物和人一样也需要消暑 因为越热会越烦躁 有些人关掉冷气去上班 把狗狗留在闷热的家里 更增加他们的烦躁 导致伤人案例增加 上海一家医院最近看犬伤的病例 就增加了近一倍 带狗去洗澡的时候 那个不小心那个狗就瞪了一下 那个脚抱在手里瞪了 就那个破掉了 天气热得受不了 一名交通警察指挥交通时 突然觉得头晕目眩 不知倒地 有民众看到赶紧冲过来将他扶起 把他从马路中央抱到路边 送医治疗 大热天在烈日之下 从事任何活动都得当心 偏偏青岛办了一场 三千人的户外扑克牌比赛 在毫无遮阴之下 大家戴起帽子 披着毛巾撑阳伞 有人干脆拿纸箱当帽子 再热还是照样玩 我们都害流浃背 但是我们都很开心 最舒服的大概是待在冷气房 有民众躲进商场和书店吹冷气 随处可见民众脱鞋子纳凉 甚至有人躺在地上吹冷气 玩手机 完全不顾他人观感 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己的家 记者带综综合报道